23. 《工商時報》 操盤心發警器力度不強逢回再行佈局 2015年7月14日發人看事 B.2才子學堂副總臨成飲盤細分析 暑假剛開始,就傳出電影《珠羅紀世界上映》一週 就以超過5億美元的票房打破電影史上新片首映的全球紀錄 自《珠羅紀公園》搜集民世後 過了20年,人類對恐龍大搞破壞仍然充滿興趣 近月來,兩岸三地的股市也將電影中的城市飽受摧殘 台股跌破9000點整數關卡 創一年半以來最低下的8750點 《珍經年創世界歷史交易量紀錄》的6股則是3週跌了32% 一半上市公司停牌,港股受持如之央恆生指數創今年最低 直到中國官方危機總動員救市下 6股,港股回穩連日大漲 台股昨日也在6股,歐美股市連日反彈的激勵下 中場也大漲119點站回9000點大關 近期最新公布的景氣對策燈號雖然由藍轉為黃藍燈 但分數只有18分,基本面點火力度不強 V仍反轉機會不大,震盪足底可能性增加 操作建議,由於大戶買盤在除原權息後財會回籠 短線上,盤面將市戶盤買單和外資的天下 以大型權值股為中心,選股上,平台股和如 B-Type-C 族群教具題材,據拓破研究所預估 2015年全球手機出貨量為18.39億支 其中智慧手機為12.79億支,年成長率為9.1% 其中,亞太地區為最大市場,又以中國為主力 智慧手機雖然成長催緩,但仍比持續下滑的PC好得多 因此下半年電子部分仍以智慧手機相關廠商為首選 而又以在中國市場品牌之觀,出貨量大幅成長 也將推出新iPhone的蘋果供應鏈為主 根據市場信息,新款iPhone有4.7吋和5.5吋兩款機種 將在9月18或25日上市,今年出貨目標是8500萬到9000萬支 將高於2014年iPhone6的7000到8000萬支銷售量 可見蘋果對自家產品充滿信心 新款iPhone的特色是處理器由A8提升到A9台積電視主要代工廠 其次,可能採用壓力感測Full Touch 這個已經應用在新MacBook和Apple Watch的技術 台廠中,正威是壓力感測器模組代工廠 FGPK 新紅則是壓力感測貼合供應商 可望受惠,此外,新iPhone也可能採用雙鏡頭 後鏡頭畫素升級到1200萬,前鏡頭為500萬畫素 大立光為贏家、紅海與和石等組裝廠 將在7月份開始兩產新iPhone 金屬機殼的可乘下半年營收將逐漸交映 另外,蘋果在新發表的MacBook想放棄了原有的 Tonderbolt連接埠,只配置一個USB Type-C 接頭,Google也將Type-C 導入其筆電系列,微軟將上市的Windows 10也支援Type-C 標準,應待以新處理器也納一Type-C 規格,其原因在於Type-C 介面既可對主機充電,連接USB周邊 也能輸出螢幕信號到外接螢幕 因此國家重量級廠商陸續採用 這張視傳輸介面的重要變化 由於Type-C和現有USB介面並不相容 其崛起將事件進息發生 相關廠商加紮和立其長線可以留意